许多车停在警局门口 但这么后方的挡风玻璃被砸出一个大洞 甚至连前面也被人砸得像蜘蛛网一般 车身还能看到被踹过的痕迹 究竟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破坏警车 大胆挑战公权力 戴着黑色口罩留着狂野金发慢慢走入警局 她就是砸车的灵性女子 但到底是何等神仇大恨 竟然让她气得要砸警车泄愤 原来28号这名外形中性的灵性女子 跑到宜蘭市区里的这间理髮店消费 没想到剪完头发后就开始跟店员装熟 甚至坐在剪髮椅上绕来绕去 还在客人旁边吃面 而她疑似情绪不稳 过程中不断胡言乱语 打放厥词 慈爱着不走让店家毫无奈 店家最后受不了了 这才报警求助 请警方将灵性女子带走 没想到隔天她就愤而走到警局前 打车泄愤 远景听到车子警民声大作 出来查看发现车窗都被砸破了 才将这名女子当场逮捕 事后也将依法对她进行求偿 借铃医生黄俊宜然报导 赞 订阅 订阅 判识 网项 打扮写 打扮写 打扮写